Tesla公布示威女車主 意外發生之前的駕駛數據 根據Tesla的數據 發生意外半小時之前 記錄到有超過40次踩了煞車 而在司機最後一次踩煞車的時候 數據顯示時速是118.5公里 去到發生碰撞的時候 車速就降到48.5公里 Tesla向內地傳媒說 數據反映制動系統 有正常介入並且降低了車速 又說會毫無保留感 配合有關部門深入調查